评论 关注现在 影响未来 大家好 欢迎收看评论Hot的短视频 我是秦伟平 今天的话题是 您是国安委神秘录音外泄 中国要进入高科技农历时代吗 欢迎大家收看 昨天晚上我看了一个视频 然后这个视频点击率还很高 他的抬头是什么呢 是刘彦平与神秘大舌头 两小时录音完整版 然后刘彦平是谁呢 因为大家可能会看到 刘彦平这个名字进去 他是国家安全部纪委书记 是一个应该是副部长级的 这个也算是位高权重的高官 然后他最近引起公众关注 是因为他在五月份 一份来纽约的录音被公开了 然后大家都对他有一些了解和熟悉 那刘彦平和这个神秘大舌头的录音 讲话的内容确实也很劲爆 然后讲的是非常之夸张 很多人也是经着墨登口呆 然后想请我讲一下这个事情 首先我也觉得蛮有意思 我听了一下 第一次花两个小时听一个人的节目 那个叫什么录音呢 现在都很流行录音 那我听了一下来觉得一个感触 首先第一 我觉得这个人肯定不是刘彦平 为什么呢 如果仔细听声音的话呢 那个声音跟刘彦平的声音还是有不同 可能相似度可能有70%左右 但是仔细听应该不是刘彦平的声音 很多人可能也有同感 那第二点其实也蛮简单 刘彦平刚处在风口浪尖 作为一个副部级高官 一个秘密谈话录音被公开 他现在应该自己怎么说呢 应该是战战兢兢 或者说绝对不愿意再公开谈很多事情 或者说深入的谈某些事情 还被录音再放出来 不管是有意的放出来 还是不小心被放出来 我觉得刘彦平的政治智慧 他不会这么差 对吧 那第三点呢 其实从那个谈话的内容 我们可以看到 为什么说我也不是国安委的呢 如果深持刘彦平和国安委 另外某一个审美成员的这种谈话的话 你说他谈话内容可以讲到 包括涉及到那些人和事啊 对不对 其实对于国安委成员来说 这些人和事基本上是了如指掌了 对不对 就非常清楚 非常明了的事情 根本就不会拿到对话去谈 还谈两个小时 浪费大家时间 我觉得从这一点上可以佐证 他绝对不是国安委成员的 那个谈话录音这样子 那另外还有一点 我觉得国安委嘛 这个是国家安全委员会 那小组长呢 是习近平先生 对吧 然后国安委的成员 我觉得不至于 在这么个节骨眼上 马上19大 下个月就要召开 不到一个月 对不对 去妄议中央 这种 这种常识性的错误 对不对 所以大家听了之后应该知道 他肯定不是国安委的成员 不是刘彦平的录音 这一点我觉得很多人应该能想到 或者想不到的 你可以从我刚才提的几个角度去思考一下 对不对 那不是他们的录音 我们为什么还要谈这个话题呢 其实他这个录音呢 也不光说完全没有价值了 对不对 那我们在讲 既然不是他们国安委的录音 是谁的录音呢 我可以大胆的推测一下 我觉得应该是一些五毛啊 或者大五毛 或者是自干五 然后自己制造一个噱头录音出来 放出来 然后吸引社会的关注 然后最主要吸引谁的关注呢 吸引那些权贵集团的关注 那些位高权重者的关注 他们会觉得 这个人还挺有水平的 对未来局势什么的 他是有一些自己的观点看法 要不要素为己用呢 我觉得他有一种那种怎么感觉的 叫祸与对王家的感觉 那坦白讲 这个人有没有水平的 我觉得这个人还是有水平 但是呢 他那个道德水平其实很低的 然后他对中国历史社会 还世界的一些东西 包括中国现状的了解 我认为还是OK的了 还是不错 比很多人站在台面上的人 是看得清看得透 但是事实上 中国的很多事情 中国有句话叫什么 录像不真人 真人不录像 其实中国很多事情 很多人看得很懂 很透 但是不一定愿意讲 对不对 讲出来就没有意思了 但是他很有兴致的 讲了两个小时在讲 然后有人在猜测 他是不是什么 中共智库里面的大五毛 有这个可能 对不对 或者说跟某些 什么权贵集团的 什么神不及的 可能走的比较近 也有可能 对不对 但是这些都不重要 重要的是 他讲出来一些内容 一些信息 我觉得 有价值的地方 也有值得批判的地方 我觉得 我首先要批判一下 他一个重要观点 他一个重要观点 就是讲什么 讲现在高科技 发展到一个 非常非常新的一个阶段 这个阶段是什么 就是在一些 有权有势的人 现在可以在谋求 寻求长生不老 听起来很夸张 在两千多年前 秦世皇 权力 清天 对吗 他认为是 统一天下 然后他希望寻求 长生不老 炼丹也好 派徐福去 海上求 求先问药也好 对不对 但现在科技发展到什么程度呢 去谈话里面录音讲到说 现在的技术 可以把人的一些 大脑里面的意识部分 可以储存起来 然后跟未来 未来再使用 相当于人可以再重新复活 大概是这种感觉 其实有些科幻片在讲这个事情 那从技术角度来说 可不可以做到 可能在某一方面能做到一部分 由于现在技术发展很快 像一些器官移植都很成熟了 甚至我前段时间都看到说 人工的胚胎都可以去 可以把那个羊羊羔都可以孕育出来 对不对 未来大概二三三年前 二三三年后 都可以人工受孕 怎么不是人工受孕 这个技术早就有了 就是好像男士都可以去怀孕了 这很夸张 那个技术发展是很快 另外还有一个就是 现在人工智能发展非常快 机器人可能未来可以取代很多人类本身的工作 从这些技术的角度发展 确实有时候是对人类社会是一个福音 是可以帮助人类解决很多难题 但是有些科技的发展可能就是一个灾难 这种灾难是怎么样 我们现在其实并不知道 如果说那个大舌头 神秘大舌头 我也不知道他是谁 他这种讲的是真的话 或者说未来技术真的做得到 可以让人永生的话 这个世界肯定很快就要灭亡了 因为因为这个不符合自然的一个逻辑 很简单的 他在讲到很多他的逻辑里面认同说 中国传统的这一命二运三风水 那些概念是不是 其实我也认同这些观念 就是认为每个人的命运 包括他提到一些国运 对不对 都有 每个国家都有国运 个人有个人的命运 他基本上你是很难自己去改变的 对不对 你只能说你做了很多好事 善事 你可能寿命会长一点 得到福报 我们从佛教的角度 或者其他宗教的角度 对不对 但是 但是 我们试问一下 中国有谁 对不对 有资格可以永生 可以长生不老 你对人力社会做了多大的贡献 有吗 我认为没有任何一个人 包括所有位高权重的人 都没有资格去做到长生不老 这意味着什么 对不对 用高科技的手段 让那些领导人长生不老 然后 真的是用大数据时代来 来打造一个新奴隶时代 谁能接受 谁接受得了 对不对 这真的是非常悲惨的一个局面 但是 从他讲到另外一个角度来说 中国在十九大之后 面临确实是非常非常微妙的一个时刻 整个社会 很有可能就走入动荡 失控 那我写的这个书 中国危机路线图 可能跟某些方面 跟他们讲的方面是一些吻合的 我的一些基本判断是对的 所以看到这里 我其实也捏一把汗 觉得 觉得我这个中国危机大逃亡 我预计是十月份出来 现在尽量在赶 如果赶不出来 可能在十一月份出来 我也希望尽快可以出来 可能能 能帮到一些人吧 关于十九大之后的一个判断 我其实也有自己的一个想法 中国危机路线图 它的债务危机 金融危机肯定会爆发 只是说爆发的时机 节点我们不知道 但是中国政府它不会坐以待毙 它最有可能走了一条什么路呢 在明天可能播出节目 我会讲到说 十九大之后 可能会重启一个新计划经济道路 利用现在的新大数据时代 信息时代的技术 来搞计划经济 来维持它社会稳定 来维持他们中共政权的一个统治 这符合他们的一个国家利益 或者说他们最高核心集团的利益 当然从某些角度来说 为了社会稳定来说 可能也是符合普通老百姓的利益 这样子 但是这个时代 真的是大家想要的时代 所以我们这个大猜想系列 明天可能会播出楼市片 然后实业片 外汇片 对不对 社保片 教育片 什么样 我可能都会大猜想一下 真的新计划经济时代 会什么样一个状况 所以这个大舌头的录音 大家听听笑笑就好了 但是有些黑暗的东西 恐怖的东西 大家还是不要觉得跟自己没有关系 还是做些思想准备 尽量在整个社会急剧变化的时候 尽可能保护自己的生命财产安全 确实是蛮有意思 另外我也再指出一代 他那个大舌头一个自相矛盾的说法 对吗 他一方面认为国有国运 还有指出说所谓的中国有几条龙脉 然后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一个命运 但是很奇怪 他又在讲某些丁岛人想去长生不老 还好像认为还有这种可能性 事实上觉得这种可能性不太存在的 是不太存在 是不可能存在的 人类如果这样走的话 他很快就会走向灭亡 不光是整个中国 是整个人类都会走向灭亡 这个是非常非常离谱的一个事情 我觉得我们人类的智慧 应该会阻止自己会走向那一天 感谢大家收看本期的一个特别的 评论号的短视频节目 我们下期再见 每天都有财经大事件发生 每天都有时局风云变幻 你可以无动于衷 但不可以装着看不到和听不见 用力拨开资本迷雾 让公众克服贪婪和恐惧 冷眼观察政治博弈 揭秘危机背后的真相 评论 关注现在 影响未来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